字幕志愿者 noon 我的脖子扭到哦 我現在只能長ext Lontiers 脖子扭到 昨天有人睡覺 我跟他搶那個位置 然後結果那個人的怎麼樣 睡到右邊去繞枕 就是你害的 然後他剛才有10克兩個藥 今天我們的旅程 地點比較特殊一點 位於西開普省 喬治附近的一個懸崖 風景優美 面朝蔚藍的印度洋 不過當地人 卻把這裡稱為 Cliff of Death 網路上對他的資訊 也幾乎都是比較偏向負面的報導 但是這一次我們抱持著正向 同時愉快的心態 準備走訪這一個 帶有一點神秘色彩的懸崖 sword You know I do I do You know I do We can be better 本部影片感謝KTM 台灣總代理安동貿易 普悠瑪一節租車 Stream Trail台灣 270 IGOGOSPORT 施伯特 極限專賣 鎮城集團 INSTA 360 PB DESIGN 贊助播出 同樣的我們在一早從Jack家出發接到了二號公路 出發之後首先我們停在路邊的一個小休息站 這種小型的停車場在南非真的蠻常見的 通常在風景好的位置就會有一個像這樣可以讓大家停車的地方 接著我們打算這邊飛個空拍機 從空拍畫面上應該看得出來 在N2公路下似乎隱藏了一條鐵路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已經荒廢了一段時間了 現在比較像是有人搬到了這裡住的感覺啦 在這裡我沒有停留太久的時間 收回空拍機之後就接著繼續啟程 準備進入郊區了 而今天的天氣雖然看得到一點藍天 但是天空中的霧雲很厚 所以在剛剛出發的時候 不禁還是有點擔心接下來的天候狀況 很怕會下雨啦 在郊區騎乘沒有很長的時間 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這一座城市 喬治 喬治 作為花園大道上在眾多城市之一 面積大約是23平方公里 雖然甚至比我們昨天去的 Naisna西湖 還要小 但是這裡距離南非三個首都之一的 開普敦 只有400多公里的距離 南非的主要公路網絡 也連接到了這座城市 這也讓這座城市 成為了目前我們在花園大道上 經過的最大的一個城市 而既然是大城市 人口數 接近16萬 相對上個禮拜我們停留的城市 自然也就多了很多 不過如果相比台灣 這數字大概只能排到一個區的數量吧 而也因為人口多 則在南非我很少看到的測速照相 在這座城市中 很難得的 可以直接在馬路上看到 就是這一根細細黃黃的啦 聽Jack說 通常移動式測速照相 會隱藏在公路旁的小樹叢裡 不過在我們從約翰尼茲出發之後 不管是移動式測速 還是固定式測速 我們都沒有親眼看過 直到喬治 我們才算是第一次 親眼見到他的真身 而說到測速 在這兩個禮拜騎乘下來 我們也發現 其實福特在帶我們騎乘的時候 只要是準備進市區前 他絕對會減速 在城鎮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時數幾乎都不會超過50 經過喬治之後 我們也準備接上高速公路了 討伐 在南非 我希望看到你 回顧我 印象中 這天在南非 是一個平日 所以雖然我目前身處 熱門的花園大道旅遊路線 但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車輛 真的蠻少的啦 也因為車少 所以其實我們在N2高速公路上 沒有其他太長的時間 這7月大概15分鐘 我們就準備下交流道了 離開了高速公路之後 我們接到了R404公路 從這邊開始 環境也變得越來越鄉村 兩旁的風景 也時刻提醒著我們 離開了都市了 在R404公路上 我們沒有騎很久 大概10分鐘 接著 從這個不起眼的小路 我們右轉 從這裡開始 我們也算是進入了前面提到的神秘區域 對這邊地區的第一印象 我覺得這裡是個非常美麗的地方 視野很好 超過180度的無敵海景 雖然天氣陰陰的 但是身為一個愛海的騎士 騎車來到這裡 心情 自然也就跟著好了起來 尤其是這一路看過去 感覺就像是要騎到海裡面的土路 而這個神秘的區域 Cleave of Death 位於赫羅爾德茲灣 這個沿海小鎮的附近 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裡的土路 緊鄰著右手邊的印度洋 而懸崖的頂點 與海平面的高度落差 超過120公尺 騎在這裡 甚至可以聽到 底下海浪拍打岩石 傳出來的海浪聲 從肉眼看過去 這裡是一個 讓人難以置信的自然美景啦 而這個Cleave of Death的稱號 則要從這條土路的頂點 開始說起 沿著這條土路 其實不難發現 雖然這裡與海平面的高地落差 超過100公尺 但是從路口處 直到頂點上 大部分的路面 幾乎都沒有護覽 甚至是台灣常見的危險告示牌 在這裡也只有一兩塊 內容 寫的也不是什麼禁止進入 或者是危險什麼的 而是很簡單的印上幾句聖經上的話 說到這個 就不得不提到 在很多國家的自然保護區啦 國家公園啦 都沒有護覽 這樣的情況 其實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有觀念就是 自身的安全 自己負責 如果看不出來這裡有危險 那也許 你根本就不該出門 所以同樣的 在這條土路上 即使這兩邊的風景 看過去有那麼一點點危險 但是 也不會有什麼標誌啦 你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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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20年 到2023年間 這裡有超過8輛車 在行駛的途中 從原本的路徑上 直直的往懸崖邊 開下去 造成多起的死亡意外 而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 就是這些事件 都是由駕駛 自願性的 往懸崖開過去 甚至其中的幾起事件 都是有媽媽 帶著不到10歲的小朋友 開著車 從現在這條路上 往懸崖下面開 貧乏事件 也讓這個美麗的地方 逐漸被蒙上了 死亡懸崖 的這個臭名 他就從這邊衝下去了 開車就從這邊開下去了 這是從剛剛下來 他說這邊也有 大概跟他回首之境 從剛才的介紹 你們應該就知道 就是這個地方 其實他有一點 算是比較偏向負面嗎 我覺得他這裡呢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海灣 然後是一個懸崖的地形 當他們說 就是要帶我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 就是覺得說 就把它想成是看風景的 但是當我實際來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可以看到後面 我們身後這邊 他有一個很大的十字架 告示牌上面呢 也有一段 看聖經說的話 不過這裡呢 是很多人 會直接開車 然後加速 就直接衝到 這個懸崖下面 那據說呢 之前還有 連續 就是媽媽帶著小孩 然後一起開車 也直接衝下去 千萬不要學他們 人生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棒的 秉持了一個 正向的精神 我們來到這邊 我們很 單純的呢 怎麼樣 就是為了欣賞 這邊的美景 而來 那防護措施呢 我個人是覺得 坐得 稍稍的有一點 可能不太夠啦 因為他那個 海邊這邊呢 他都沒有 這個護欄啊 柵欄 什麼之類的 就是像我這樣走過去 下面就是海 他們現在就站在那邊 這個呢 都是可以直接走下去的 那我覺得啊 國外就是他們很多那種就是 喧哀旁邊呢 他不會有護欄 你要走下去的 你就是要對你自己負責任 所以你走下去的 千萬要小心 不要亂走 而從小我們接受的教育 都告訴我們說 這種偏向禁忌的地方 能少去 就少去 不過即使我知道 曾經在這裡發生的事件 但是今天 在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同樣是抱持著一種尊重 同時欣賞美景的心態啦 也因為知道這裡曾經有發生過 意外墜果的事件 所以當我靠近懸崖邊的時候 也就會更加的注意 自身的安全 即使是這樣 我們還是在這個美麗的地方 待了超過一個小時 才依依不捨的 準備離開 離開了這個美麗的懸崖之後 我們沿著原路 回到了wildness 在市區 吃個早餐 接著 就準備 等等中午的 飛行傘了 現在時間應該是11 12點 快12點了 然後等下我們吃完早餐之後呢 我們要準備幹嘛 我們今天有一件大事要幹 我們今天不費空拍機了 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人要直接上去天空 反正我們現在呢 就先吃飯 吃完飯之後呢 我們再見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接著繼續出發 沿著二號公路 經過了喬治之後 其實在我們左邊的頭頂上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 在玩飛行傘了 到了這邊 我們左轉 準備騎進這一座 在花園大道旁邊的小山 我們身邊的小山 從這裡開始 隨著海拔逐漸爬升 我們距離山頂也越來越近 從這裡要土路往山下看過去 視野也變得非常的遼闊 最後在騎了大概五分鐘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山頂了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飛行場 我們來南非呢也要飛行場 只是特別不一樣的是這一次呢 我們是真的要飛上去 這裡呢這個飛行場看過去 哇這個view它那邊就是海 海裡面呢它還有一個很像是內海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像是小島的地形 我們剛才呢就從下面騎過來 等一下呢就輪到我們騎飛了 再等一下 在到了山頂之後可以看到這裡 其實有很多飛行傘的業者 算是個熱門的飛行傘地點啦 OK Buy a donkey And also Buy a brea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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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完資料 繼續一直Buy a donkey之後 我們也準備正式起飛了 其實光是從這個飛行場 往山下看 視野 真的就是無敵景色啦 比較特別的是 在視野延伸到大海之前 還有這一整片的細湖 再由靠近海岸邊的山脈 把細湖跟大海分隔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風景啊 而除了風景 這裡還有一隻 據說也會玩飛行傘的狗狗 在我起飛的時候 這隻狗還往我這邊 邊衝邊該的跑了過來 應該是在抗議說 為什麼我可以飛 它卻不能飛 而這起飛後的風景 又跟剛剛 從飛行場上面看到的景色 完全不一樣了 我知道以我這個五五聲 在上了這個飛行傘的座位之後 這姿勢看過去 似乎有一點怪怪的 腳原本就短了 現在則是變得更短了 不過在座上的飛行傘 我在欣賞周遭風景的同時 也和這位教練 Leon聊了很多 他從事飛行傘這項運動 已經35年了 當下聽到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啊飛這麼久不會膩嗎 問出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只是笑笑的跟我說 不會啊 這是我自己熱愛的事情 即使一天飛超過12個小時 我都還是很期待下一次的飛行 從他的語氣中 我深深的感受到 他是真的熱愛這個活動 所以其實我也打從心底佩服他啦 就跟我們愛騎摩托車一樣嘛 一天騎12個小時 嗯 如果屁都不要冒出來的話 也是ok的啦 最後在飛完的飛行傘之後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4點 今天的行程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雖然說我們早上去有一個 讓人悲傷的地方 不過下午在轉換心情 上了天空之後 我深深的感受到 生命的美好 所以如果你此時此刻 可能因為某件事情 正在猶豫不決 甚至悲傷 或是難過 那就先拋開那些不開心的事情 出門走走 因為世界上 真的有很多東西 等著我們去發現 還有挖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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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